MING PAO TORROW 同聲,顧名思義是指尚未成年的明星 世界各地有不少當紅的藝人 例如Emma Watson、Natalie Portman 文謹瑩、露田哀哉等等 都是同聲出身的 而至於同聲出讀的香港藝人之中 蕭芳芳、馮寶寶、石修、張繼聰等等 演藝成績也很好 這集的嘉賓分別是同聲出身的 大夢夢、張國權和Saleem妹妹 首先歡迎三位同聲 以前是同聲或現在是同聲 那就不同的時間了,對吧 說起入娛樂圈有很多方式 同聲是其中一個方式 當中以前的同聲 以往是電影世家,然後入行 有馮寶寶、秦沛、李小龍等等 都很順利成績入行 沒錯,至於日本 其實日本是專門訓練同聲的學校 讓他們訓練口才、不同的才藝等等 我想問各位,你們是怎樣入行的 之前媽媽告訴我 她放一些我小時候的照片 有些人會看到這個不錯 然後選擇了我 有時會去穿一些衣服 原來那些叫做模特兒 做模特兒的 其實我的入行是 我的親戚帶了我去廣播道 一間電視台 是 我很多年前 是的 然後叔叔跟我在玩聊聊天 如果我找你拍電影 你夠膽嗎?怕嗎 我應該回答了 我不怕,好壓力 這樣開始做 如果順利成績就去了 所以當作是朋友介紹的內容 1990年的時候 是 有個小偶像比賽 是 像損味一樣 當時有些私人問白的環節 有沙灘莊 然後頒發半下季的時候 應該頒了季軍、亞軍、冠軍 很開心,就獲得了冠軍 我結束了,很開心地拿著獎項 我跟媽媽說 太好了,媽媽,我獲得了第三名 她說不是,你獲得了第一名 第三名 小到甚麼名字 我不知道 那我第三名,就是第三名 之後就開始有拍劇 是 這樣入行 你們入行後 有甚麼訓練或拍劇 會有人教你們怎樣演戲嗎 我真的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是 當時,我可以說是一直工作學習 幸好遇到一些前輩或工作員 都很好的,會教你怎樣去做 怎樣去讀對白等等 這樣慢慢學習 我跟她應該差不多 工作中學習 你當時多少歲 我當時五、六歲左右 差不多 不會懂得看字 沒錯 有些字,有些我,有些就懂得 但小朋友看見字是不會懂得看的 沒錯 那怎樣背劇本 給你背劇本 當時我們會彩排一次 對 之後才再拍攝拍攝 彩排一次,大家會連走位 我記住別人的 我會說你好像要說那句話 你不要看 對 很多這些同聲 對 你不停止這樣說完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不… 因為我最後的尾句是 對的 我跟著是的 你記住別人的尾句 很厲害 我記得很記得 我不知道為甚麼 QB姐要大罵姐姐的學校 我會說是Owen 隱瞞頭,脫眼鏡,隱瞞頭 然後我就脫眼鏡 是Owen 她叫我別做了 一套動作,記住了 我想問,做同聲 會被人罵嗎 試過 有一次拍攝劇集 導演沒有給我一份劇本 到達後便說 你知道你要做甚麼嗎 你不看劇本嗎 我便說… 不知道 你沒有跟他說 你也沒有給我 我怎麼知道 因為當時… 被紙幣 我便說,你坐在一旁 我便坐在一旁 我媽媽看不上眼跟他說 你簡直不知所謂 有否劇本,你叫人背甚麼 對 我反過來 那部電影… Money幫你擔心 對… 媽媽好 媽媽有甚麼 那部電影就差不多咳嗽了我的事 因為得罪了導演 是不可以得罪的 真的得罵了他 但有些事是要說還是要說的 對 有時… 他真的沒有給劇本 我真的不知道要推出甚麼 現在香港或剛才說的日本 其實也有訓練一些同星的學校 或中心等 會教他們很多我們正在學習的東西 對 你們覺得這件事對小朋友好嗎 或不好 可能有些人會想 好像很負面 把他碰到小便變成明星 其實不一定的 只不過是發揮他的專長 他特別好動、特別出現 特別有這方面的技能,就培養他 我覺得很好,如果當時我們有 就好了 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未到明日之星那麼遠 但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學到 如何面對著很多機器 或者很多人說話、大膽 一些肢體語言 我想這些學到,其實是終身受用的 我覺得說到這個位置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學唱歌 你不是學唱歌,一定要當歌手 這是一個技能 所以我們先別讓明星、童星的星字 影響自己 我想想大家看很多外國的影視作品 我比較深刻的是The Great Man 裡面有一個13歲的童星,Julia 她的演技非常好 我想問三位沒有留意外地的地方 哪些童星令你覺得很深刻 大家都認識哈利波特的Emma Watson 即是妙尼加蘭傑 我覺得她是很美女 然後她的演技很好 還有哈利波特的Emma Watson 詠欣為斯里的演技很好 還有我也有留意日本 有看過女王教室的電視劇嗎 有… 《GT未來》 知道誰 等等,有代溝 我忍不住問Daniel,你真的有 我小聲在自製 我忘記了… 有的,但我忘記了 雖然自製不見了,現在長大了 但我覺得她小時候演戲的時候 她的感情,她做每件事都很棒 除了本土或國際上 剛才說的《Harry Potter》 《Home Alone》 以前小時候的演戲 也是很有趣的 日本和韓國的演戲 現在是越來越厲害的 對… 例如小時候看《安達有實》 她也很厲害 哭,說哭就哭 好像眼淚不用… 圓不絕 圓不絕 我覺得這些都是比起我們的年代 再進化了 其實我也喜歡看日劇 我有看《神木龍之介》 我第一次看她的那部電影 其實已經是十年前 是一個家族遊戲 她是一家四口扮哥哥 我想當時她的樣子 大概是18、19歲 原來她已經兩歲開始拍廣告 然後她也獲得日本的金像獎 電影金像獎 獲得一些新人 我覺得這是大家的供應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我覺得她的圖案很紅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達 不僅藝人會開始 社交平台分享生活 就連一些星巴星媽 也會幫小朋友經營社交平台 吸粉之餘 還令一群小朋友 多了曝光機會 Cinine姐姐,你也要開自己的帳戶 會玩社交平台 以前是否你爸爸媽媽幫你負責 八、九歲的時候 就是他們幫我負責 幫我貼上一些照片 寫很多東西 其實當時我也沒怎麼理過 他們告訴我 如果學校的同學會怎樣問你 你就這樣回答 我這些小學同學也會問 你今天去了這裡 為何不叫我 他們可能會叫我這樣回答 因為有人叫我去 所以叫不到你,不好意思 真的令他們不要覺得妒忌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會妒忌 尤其是女生會妒忌 對… 媽媽想得很細心 很細心 在這方面 媽媽擺照之前 會否讓你看 我現在有五張照片 會否讓你選擇 會選擇 會有的… 例如有些照片 她拍了五張照片也差不多 她會說你選哪張比較好 我說這張… 她說為甚麼 她說這張笑得比較漂亮 她會問我意見 因為社交網站都是近這10年 才會比較多人去玩 以前沒有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少了一些機會 還是說鬆了一口氣 真的沒那麼大壓力 反而好像沒那麼大壓力 好像沒那麼多要兼顧多東西 對… 我覺得如果你小時候做一個同星 大家那段時間都要讀書 可能要拍攝 其實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我覺得未必有那麼多時間 可能去兼顧 可能真的要靠爸爸、媽媽 去幫你建立這件事 對… 我覺得年代不同 當時沒有 當時只是流行拍照 把照片放出來 現在有很多社交媒體 可以有一個真實的一面 我覺得很好 而且可以儲存一些人氣 分享一些幸福的想法 也是,而且來到這個年代 反而沒有玩社交網站 就更難溝通 對… 在學校,對吧 對 我們聊了同星,聊了那麼多 大家都雞丁不斷 但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語言潮 同星的黃金時期自然是童年的時間 不過他們長大後 星徒未必像小時候那麼順利 而在香港,不少同星在十多歲時 就選擇回歸普通人的生活 同星在十多歲時 就開始轉了不同的範疇 有些保持得很好 就在娛樂圈裡 我們看到他們的面孔 有些同星會說 可能到了一個年紀,會有瓶頸位 大家覺得同星的生涯很短暫嗎 我覺得同星是十年、八年之間的事 當中一個小孩 去到一個準備變成一個大人 變化很大 每個階段都無法反省 可能到了一個中學的年紀 你做不到一個小學生的角色 所以很有限制 加上你要上學,未必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真的會卡住卡住 對,是深刻的 夢夢呢?女生的角度是怎樣 小同星是三、四歲開始 還承認了12歲 因為她們要升中學 那上午功夫又多 其實未必會見回到 男生也是的,會變聲 女生又不大不小 可能又會覺得 究竟你是小朋友QQ 突然開始肺育的女生、小女、美女 這段時間我覺得會停止 包括我自己那時也是 其實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同星的原因 他們很可愛,他們很討厭 但慢慢長大後 那份可愛變成成熟 變成成成成成人的時候 大家相對地會覺得好像有落差 不知道怎麼來的 可能有些人會說,你的樣子不同了 我們可能會覺得不同,當然 很正常 難道六歲和十四歲的樣子還是一樣 我覺得會有些恐怖的鬼片 我想問,小姐妹妹 你有看網上的評論嗎 你自己會否不開心 我也不會不開心 我覺得是不管,與我無關 別人這樣說就這樣說 有時有朋友問我 你被人這樣說,你有甚麼感覺 我問她,甚麼感覺?不管 她說,為甚麼不管 你不生氣嗎?我很生氣 我問你很生氣 我說,你不用等我生氣 我還沒生氣,你生氣嗎 這些是好朋友 對,這些是好朋友 對,通常你問我 我說,我很生氣 為何你不可以不生氣 你不罵她 我會覺得是隨便,任由她 任由她,我不管了 但這些網上的評論 可能可以自己作為一個選擇 但我之前有看過 National Portman的訪問 她當年憑著 她的殺手不太冷 這部電影就彈出了 以前的電影還沒那麼發達 人們會寫信 可能寫一些騷擾類型的信件 寄給她 然後她看了 她覺得對自己的成長 有一個心理的陰影 回想起以前 會否身邊有些同學 如果她說你威風了,做明星 會有這種說話 我好像真的沒甚麼 對,我收過一些信 就是稱讚的 即是喬治的樣子 應該跟我差不多大 喜歡你,也有的 好像現在也有保持 我當時都經常在論壇 也會有很多留言 我可能會有一點攻擊性 或者她不認人 當然會叫她 會有不開心的 是 這是多少歲 我想當時大概十多歲 十二、三歲 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會… 不其然,好像被人說 也會有一點… 但後來真的覺得自己又不是這樣 可能真的會有人胡說 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剛才第一個瓶頸位解決了 就是外貌上 對,第二個瓶頸位 如果同聲想發射下去 他更容易會面對的問題 大家想起 Harry Potter 你就知道他立即是畫面出來了 對嗎 知道他在問甚麼 對 Daniel Radcliffe 其實他做Harry Potter 也做了一段很長時間 他有小朋友 一直做到青少年到他長大 他做了十八歲 但現在他有一個很大的瓶頸位 別人看見他 無論他做甚麼角色 都很想起 Harry Potter Harry Harry 你不是Harry 對,這就是很容易被人定型的問題 大家有否想過 其實我跟Daniel第一次演戲時 我看見他 我跟復生演戲 我小時候看電影 我聽了甚麼感覺 小時候看你 其實…這是樽頸位 真的 的確,我認同 我覺得向好方面想 我會覺得有一個這樣的角色 你會讓別人記得 你到大了還是記得的角色 有機會你覺得 未必很難改變其他形象 但我覺得這件事只有你才能做到 反而很難讓別人取得到 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件事對自己來說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Emma Watson 我還記得她的名字是 Milley加蘭杰 但其實她拍過甚麼 Beauty and Beast 小婦人 我會覺得她是Emma Watson 而且有時我… 其實外出時有些人都會說 你是樂甚麼 那部電影的戲名 我會覺得是 但有時他們也不會記得 我的真名是甚麼 即是投入了在角色裡 對 還有Emma Watson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同一部電影 但你永遠都會覺得Emma Watson 是很帥的 也有些說法是有人研究過 可能因為電影中的她 跟真實的她有點像 很喜歡看書 很多學識 人們將兩件事混在一起 都覺得沒問題 童星出身的馮寶寶 之前做訪問時說過 她不希望人們鼓勵自己的小朋友 去做童星 因為她覺得做童星後 會有甚麼虛榮心 又會失去原本的純真等等 大家作為過類人 認同這個說法嗎 染了… 染光了 染光了 洗濕了頭 我覺得染光每個行業 都可能是很複雜的 我也不覺得娛樂圈特別複雜 但視乎自己,個人修養 有些好東西去學習 如果你做到一個好的榜樣 將來帶回歸社會 其實也有很多好的例子 其實我們剛剛挑選的 可能是一些很負面的例子 因為人們只喜歡記住不好的事 其實有很多藝人很喜歡 做完一些… 像古先生、古老闆 其實他也很成功 但他默默幫助很多做慈善 幕後的事 其實也不是染光是很看自己 也是,我覺得虛榮心 真的個人修養很認同 是自己的想法 但你說會否失去一些童真 我會認同一件事 可能失去了以前童年的光陰 也有機會失去了 因為有時聊天的朋友 可能小時候是看甚麼卡通片 或者是玩甚麼玩具 或是玩甚麼卡通片 反而我的童年就去了片場 真的缺少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無法否認 但我覺得換來也值得的 你換來更好的東西 就是成為了我們的童真 是嗎 就是我的童年 成為了我的童年 這樣也沒有 那針就沒有兩頭利 你選擇了一個生活 另一方面,你體驗不到這種生活 可能下緣生活相對較少 所以永遠都是看別人的東西好 永遠都會損失了 但問問Celine的妹妹 之前主要是拍廣告 或有不同的劇集方面 有否真的想過長大 做一個藝人?有否想過 其實有時可能有自己想像過 如果我這樣那天會怎樣 但其實有時我會覺得 不如其實順其自然 或者到時才算會否更好 即是順其自然 對,順其自然 這是我厲害的東西… 有手勢的 還有其餘兩位 對,其實你們有後悔過 自己的童年拿出來做童星嗎 當然沒有,我覺得很好 對我現在的工作 其實也有很大的幫助 最初我從幕前轉幕後 我都覺得有點不同 幕前是被人照顧 幕後可能會照顧別人 但你看到熟悉的人 他們會大膽一點,會懂的… 有時我覺得這方面 人際關係的網絡是很好的 可以幫助自己的事業 覺得很開心 有時可以跟大家分享 以前小時候的一些經歷 而且我覺得電視給人的感覺 永遠都很神秘 始終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是否假的,是否有稿 是否真的…會有很多這些 我當時在電視機裡 我會知道這些,我也覺得很開心 我也很喜歡分享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說了很久 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條絕對對的路 只有一條適合的路 如果小朋友適合做這行業 發展有這個技能,就讓他們嘗試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別有很多標籤,別有色眼鏡 反而反過來,像Dixon剛才所說 其實感恩一下 他們是陪伴了我們的成長 所以今集感謝三位 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麼多 謝謝… 我們下星期繼續輿論朝見 再見…